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秒学Ruby》系列节目 今天我们来学什么呢? 回顾一下我们的知识大纲 前几节我们都在讲述自定义类的内容 讲了类长量、类变量 还有如何去建立一个自定义类 简单的讲解了一下类方法 然后在本节内容我们会再讲解一下 什么是类方法、什么是实力方法 还有上一节留下了一个问题 什么是类的继承 这样三个概念确实不太好理解 没关系 我们先来看一下本节的大纲 本节的大纲就是类方法、实力方法 还有类的继承 就跟刚才说的没什么太大区别 怎么说呢? 多说无用 特别是这种抽象的概念 好吧还是整代码吧 回到桌面去 打开一个sublime 然后新建一个文件 就叫class.rb吧 同学们是否还记得 在上一讲 所讲过的student类 是如何写的呢? 我们现在快速回顾一下 利用sublime的自动提示 我们可以快速的生成一个模板 好,来看一下 student类 然后它有一个初始化方法 就是我们上一节中所讲的构造方法 然后一个student类 它包含了哪些变量呢? 首先 我们定义了一个名字 学号 还有性别 然后定义了类变量 来接受这些参数 同时在上一节课 我们学习了 如何去快速生成get set方法 利用属性 然后快速生成 这个地方我就复制粘贴了 因为都是上一节课中的内容 好 现在一个student类 我们已经恢复出来了 对于以上内容 看不太懂的同学 建议你们好好复习一下 上一节课的内容 好好去做一下 上一节课留下的作业 当然 能完美看懂的同学 我们就接下来继续讲 类方法 复习就先到这里了 类方法 顾名思义 就是一个类的方法 那么 它需要一个实例吗 或者说 我怎样去教用一个类的方法 有点抽象 有点不好理解 我们不如先进终端 看一下 哪些东西是类方法 如我们所知的一样 Stream 它就是一个类 那这一个类 它有多少个函数 多少个方法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看 打一个点号 然后按住键盘上的table键 TABtable键 然后同学们可以看到 在终端上提示的这一片列表 都是 Stream类所带的方法 而这些方法 是不需要这个类 去实力化 就可以调用的方法 它可以调用哪些方法呢 创建一个新的实菌类的实例 实菌的name 我们可以调一下 看一下它可以打印出什么 打印出了 实菌这个类的名字 像这样被调用的函数 我们就称之为类方法 或者说类函数 然后需要实例调用的 我们就称之为实例函数 就比如Stream.6 然后1 2 然后A可以调用2i 把字符串变换为数字 但是对于实菌类来说 它是不可能的 它没有这样一个方法 像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什么是类方法 什么是实例方法的 但是有同学会问 老师你说的我都明白 但是我咋写呢 同学们不要急 同学们不要急 回到我们的student内来看一下 同学们是否还记得 在上一讲中 我们讲过这样一个say hello的方法 这样一个方法 是不是只有student内的实例 才可以调用呢 对 没错 这就是一个实例方法 它该有的样子 那如何去写一个类方法呢 是这样的 还是def 方法嘛 函数嘛都是def 然后self点 self表示自己当前的这个类 student内 self点什么呢 后面就跟方法名 比如说我们这次取消 叫reclaim 理称 这个类有一个理称叫什么呢 它理称还是中文 学生类 这样写 它就是一个类方法 student.reclaim 就可以调用了 希望同学们 敲到这里的时候 自己去试一下 我们接着讲 什么是类的继承 什么是类的继承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几个字 类继承 继承 是什么意思呢 继承 一般说的继承都是 比如说遗产呢 这样一些不太好的东西 或者说继承企业啊 继承 就表示我会把 之前的某些东西给包进来 然后会有更多的东西 在里面 它包含着这样一个含义 那什么是类的继承呢 我们来想一下 这样一个案例 比如这一个student 今天公司布置了一个任务 现在要写一个student 我们已经写好了 它有姓名 学号 还有性别 现在公司又布置了一个任务 它要求同学们 再做一个大学生类 而大学生类也有名字 性别 学号 但是不一样是 大学生类 它多了一个 say English方法 大学生嘛 多管都会说英语了 那怎么办呢 但有些学生会说 老师 这个我知道 咱们把student类复制一遍 再把名字改了 加个say English 就比较好了 好像也是一个方法 但是这样 这是不是太弱了一点 同学们 我们学了这么久 你觉得 Ruby会这么弱吗 那我们就可以 用一下这样一个方法 继承 既然大学生类 它有student类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为什么不拿过来 把它继承过来 对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大学生类 可以这样写 同样的 它是一个类 我们要按类的模式 来声明class university student 然后继承 在Ruby里面 是一个 小于符号 它继承字 student 就小于符号 student就可以了 然后继承 它现在已经拥有了 student类的 所有属性 还有方法 包括类方法 那我们现在 只需要 再添加一下 我们所需要的方法 就可以了 我们要添加什么 say English 然后就说一句英语吧 my english is very good 像这样一个类的继承 就完成了 同学们自己再终端跑一下 我就不掩饰了 这样一个继承 有什么好处呢 没错 它可以节省我们很多的代码 可以降低我们的代码维护困难度 我们只需要去改一下 student类中的一个方法 就可以实现所有的类都去修改 但是有时候说过 老师 如果 如果大学生类里面的say hello 跟其他的不一样怎么办 跟小学生类的不一样怎么办 也没问题 也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 在university student里面 重写这样一个函数 就可以了 重写它 它一个会覆盖 负类中的那个say hello 好 类的继承的相关知识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而在下一节中 我们会去讲 扩充类和模块的一点点知识 希望同学们 在本节结束之后 去扩充一个小学生类 小学生类里面有个say hi方法 还有个say hello方法 而say hello方法 是跟我们之前写的不一样的 要让它去覆盖它 而say hi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希望同学们 去好好的完成作业 好好的理解这一块知识 这块知识非常重要 也有点困难 谢谢同学们的收看